天文台在下午12時40分改化3號強風訊號 超強颱風摩蝶目前正集結在香港 至西南約400公里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15公里 而向海南島至雷州半島一帶 天文台說 摩蝶採取較為偏西路徑移動 逐漸遠離本港 而在8號信號生效期間 本港部分地區風勢強勁 有人更跨區追風 感受摩蝶的威力 8號東北熱風 滑暴風信號生效超過18小時 超強颱風摩蝶凌晨追接近本港 日向是颱風重災區的幸花村 雲風橫雨 雪木都被吹到島嶼一邊 一時有湧浪拍打上岸 避免水浸一度是先奉至好擋水板 天空之後幸花磚繼續有風雨 不過雨勢明顯減弱風勢就仍然強勁 打打上來的浪花高過燈柱 附近的地下停車場就避過一劫 有居民在家陽台貼上大字簿 祈求摩蝶快點離開 有市民無懼風雨繼續下街晨雲 有人就來感受風力打下卡 有兩父子更加跨區來看颱風 心情興奮 有兩父子更加跨區來看颱風 心情興奮 有人抬風天都要繼續上班 大風沒有假期的 保安邊有假期 哇好大福大衣 在沾沙咀碼頭 海面尚算平靜 有人就風雨不改一早來到釣魚 由港狀正打風 有遊客都來到碼頭打卡留年 天文台說海有大浪和湧浪 呼籲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水活動 而醫管局說 有兩男三女在風暴期間受傷 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 鳳凰偉司機者林家文報導 隨著天文台改發3號訊號 有市民提早出門 擔心之後會多人 12點4時結束 還有1小時 所以就順便來吃個飯這樣 在上午11點左右 金鐘港鐵站人流不算多 港鐵說港鐵列車和輕鐵正是逐步加密班次 以應付增加的乘客量 港鐵說已經加強各主要車站的人手協助乘客 港鐵又說高鐵香港段維持正常服務 港鐵會繼續和內地鐵路單位就兩地的天氣情況協調相應的列車服務安排 而九巴和龍運巴士就說 大部分路線在中午12點40分起陸續恢復服務 而成巴就說大部分日間路線和機場快線在下午12點40分起陸續恢復服務 但是部分路線因爲路面情況等因素仍然需要暫停服務 我們馬上連線正在金鐘的本台記者張又人 又人你好,大家是不是已經出門口上班了 金鐘的人流和車流情況又是怎樣呢 美商你好,雖然在摩褶逐漸越來本港 並且已經降至3號風球 但它所帶來的雨帶降雨影響仍然在持續 外面室外不時都是有震雨出現的 所以市民外出的時候一定要帶好傘或雨衣等等的雨具 以防萬一 我今天來到金鐘鑑這裡 見到真的有不少市民趁著一個時間 趕快過來搭地鐵上班 剛才有市民告訴我 今天他上班的途中 無論是開車過來港鐵站或搭地鐵 整體的安排都是非常順暢的路面 沒有嚴重的失車 或者在港鐵站當中也沒有遇到其他突發的情況 覺得安排是很合理 另外更加有市民說 覺得今次的8號風球期間 無論是天文台還是港鐵等等相關公司機構 或者是有關部門 對於一個天氣狀況的提前預警 和後續的相關安排都做到非常便利便民 整體的安排比較合理 希望以後都可以繼續保持這樣的狀態 至於交通資訊方面 其實現在陸路或者水路交通都在恢復當中 尤其是港鐵 可以見到現在真的有不少市民 是過來搭地鐵外出或者是上班的 班次亦都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 無論是港鐵本身的班次 還是港鐵巴士 又或者是一個機場快線都是恢復當中的 不過巴士的一個狀態 或者九巴乘巴 雖然大部份線路都是恢復 仍然有個別線路是暫時未能夠復通的 所以市民外出之前 一定要了解好最新的資訊 另外盜輪方面亦都在陸續恢復當中 我目前了解到的狀況就是這樣 先將時間交給Michelle 好,謝謝遊人和在今中現場的同事 機管局說 昨天至少有50班飛機航班需要取消 已經啟動航班重新編配機制 今天會有超過700班航班運作 佔平日運行航班約八成 雖然機場整體運作暢順 大都呼籲乘客 預留充足的時間前往機場 預先查詢航班最新情況 打風都無助香港人去旅行的決心 一來自豪有沒有想過 經航班隨時要安排 有沒有擔心 沒有,因為看天氣 應該估計不會隨時 最多言辭 不過有原本飛印尼亞加達的乘客 因為受風暴影響航班 輸起機場過夜 但就滿意機場安排 機管局機場運行 執行總監姚兆聰表示 昨天受到風暴影響 全人一共處理了916班航班 當中只取消了50班 現用延遍情況並不嚴重 而今天已經革用了航班 重新編輩機制 卻沒有708班航班運作 如果用昨天數900個航班 其實只取消了50個航班 其他的航班大致是準點的 最重要是昨晚你留意長途機出發 以及今早長途機到達香港機場 都是準點 還有長途機提早到達香港 所以嚴悟的情況是不嚴重的 姚兆聰又說 不少旅客擔心交通出現問題 昨天已經到了機場 在機場通宵過夜 而旅客休息區一共500個座位都坐滿了 而機場的關階小組 就位滯留在機場的乘客 匹發水、毛煎和糧食等 鳳凰衛視記者林家樂報導 超強颱風摩揭目前最大風力達到17級以上 預計在下午至艾蚊 在海南、瓊海到廣東站江一帶沿海登陸 可能成為登陸海南省的 最強颱風 中央氣象台早上6時 繼續發布颱風紅色預警 國家海洋預報台已發布海浪紅色警報 據中央氣象台監測 摩蝶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 下午至艾蚊 將會在海南、瓊海到廣東站江一帶沿海登陸 最大可能在海南文昌到廣東雷洲沿海登陸 然後移入北部灣海面 並且明天下午在廣西防城港到越南北部一帶沿海再次登陸 之後強度會發速減弱 目前廣東省已啟動防風一級應急響應 受颱風影響較大的越西、珠三角等部分地區 採取停運、停航、交通管制等措施 口岸方面 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已暫停通關 主橋在昨晚9點開始臨時封閉 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 以及灣仔口岸航班暫停營運 莫其來勢洶洶海南多地都嚴鎮以待 在海南文昌錦山鎮的沿海低蛙自然村 受颱風影響需要轉移村民6,400多人 有關部門只安排相關人員和物資 當中近4,000人到親友的家中站備 剩下的2,000多人被安置在各個安置點 另外為了應對海水倒灌 當地還採取防洪堤、加高加固等的應急措施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